今天是國際反獨日 也是國家一年一度 對反獨英雄頒獎的典禮 政府希望借這個獎 來表彰每一位反獨英雄 對國家社會的貢獻 同時我也要利用這個機會 向每一位得獎者表示敬意 也要感謝全國民眾 所有投入反獨工作的每一位人 感謝你們 我們都知道消除毒品 讓國人當眾可以遠離毒品的危害 這是一個為國為民的崇高工作 不管是站在第一線的反獨英雄 又或者是在不同的階段裡面 扮演的每一樣的工作 其實對國家社會貢獻都非常非常大 我特別利用這個機會再度感謝大家 我跟卓院長當初在行政院的時候 我們就是負責推動新世紀反獨策略 我們當時把六個部隊當作反獨的守門員 就是檢檢調線海關海巡六個單位 能夠阻絕毒品境外 那同時我們也在行政院設立反獨辦公室 就是要追查藥頭到源頭去 也深入到社區 那今天我很高興 在國際反獨日的今天 看到卓院長率領 政委 還有各部會首長以及民間團體 大家跨界其心要來共同反獨 我們目的就是希望能夠讓不幸 步入歧途的人也能夠找到新的生命 這個是我們共同的目標 那我也很感謝卓院長展現決心 而且設定四年的目標 希望未來四年內能夠達到 非法要務終身盛行力 小於百分之一這樣的目標 如果我們能夠朝這個目標做 而且完整這個目標 我相信結果就是很多國人 可以受到保護 免疫受到危害 我們單獨的工作 並不是為了個人 也不是為了自己的團體 其實真的是為了國家 為了社會 為了人民 大家都很清楚 如果人民受到毒品的危害 會影響社會的難聽 社會一旦資訊安定 也會影響到國家的安全 所以我們一定是要全力迎合 那第二個 反獨的工作 也是一個長期性的工作 都永續下去 那第三個 我也希望 就是反獨要重現的態勢 然後阻斷那個貢獻 那也就是說 我們不僅僅是犧牲的人 他是犯罪 那我們當然要協助他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去找到 自賭 孕毒 販毒的藥頭 這個我們一定要去做 那誰有能力去自賭 孕毒 販毒 背後常常自由 犯罪集團 這個我們司法人員一定要決心 在為了國家 社會 人民 黨獨的工作上 少運動向舉行 不僅僅可以達到反獨的目標 也可以達到打仗的效果 這個我們是絕對不能夠 大標的前線 這個也是我們今天事實的目標之一 以上的這些工作 我們大家一起來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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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